中共拉高台海緊張局勢 我們請教中經院WTO中心 資深副警長李淳 裴洛西就提到 臺美雙方很快會有貿易協定 你怎麼觀察臺美加強合作 能否進一步降低中共對臺灣的經濟危險 脅迫雙管齊下的方式 來第一個表達他的不滿 第二個來迫使臺灣內部 產生一些壓力 希望能夠改變臺灣的立場 那這個改變 用經濟跟武力來改變臺灣立場 這個做法 在國際界我們就會把它稱為 叫做經濟脅迫行為 那經濟脅迫行為 它要發生效果 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彼此雙方 在經濟上面的相互依賴度 要夠高 那經濟依賴度越高 那以經濟作為一個武器 它這個效果才會越強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為什麼這次中國選擇 除了這個軍事軍演以外 再加上了越來越多的禁止進口 禁止進出口這個做法 這個背景 就在於說 兩岸的目前為止 這個貿易跟投資的往來程度 還是很高 那也意味著說 中國要用經濟脅迫來作為一種 政策上的武器的效果 也就會比較明顯 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臺灣接下來要去化解 這種被經濟脅迫的問題 最關鍵的一個做法 當然就是降低在經貿上面 被對方拿來做武器這樣的一個程度 或者是說這個武器的殺傷力的程度要降低 那要達到這個目的 最有效的方式當然就是加速開發 分散我們的貿易跟投資的市場 從這個角度來觀察的話 那當然台美如果可以有更有制度性的在貿易跟投資 還有科技跟人才合作上面 有更廣泛的互動 會有更透過協定會有更有制度性的一些安排 讓我們的產業可以順利的在面對 中國的經濟脅迫的這個當下能夠 在未來可以開拓出新的市場 那當然會是有助於臺灣去化解目前我們碰到這樣的一個 經濟上面受到脅迫的壓力的問題 最關鍵其實是在說 中國的經濟脅迫他這個武器 我們他大概不會放棄這個做法 而現在從這個美中對抗的大局來看 美國中國的這樣的一個競爭對抗 然後年代影響到臺灣的機率也只會越來越頻繁 不會越來越少 所以呢 這個我們與其說 用這個不要引起事端 作為一種回應的方式 不如我們應該更積極的要去 透過分散市場來調整 那這個背景也強化了為什麼 如果未來臺美之間在經貿能力有所匍負的話 對臺灣會是一個得到幫助的一個原因 這一次裴洛西是特別提到 除了要支持臺灣加入印太經濟架構 他也期盼臺美雙方透過 經濟安全的方案以及貿易協定 來建立不同的合作組合 你覺得未來臺美雙方的走向會是怎麼樣一個合作關係 首先呢因為這個裴洛西代表是美國的這個力把機構啦 那美國在推動這些經貿的協定 經貿的機制還是以行政體系 拜登政府為主 所以這個裴洛西這次做的 呼籲或者是希望推動的方向 未來會不會真的成為 臺美之間真的推動的這個重點 我們還有在觀察 但是如果就我們盤點可行的方向跟工序來看的話 至少包含一次就好 第一個 臺美之間目前已經有一些新的機制存在了 包含了前幾年陸續召開的 這個經濟繁榮夥伴對話 然後這個貿易投資跟科技的合作架構 以及最近才開始啟動的這個臺美21世紀貿易倡議 那這三個支柱加在一起 已經非常的接近美國 正在印太地區所推動的這個印太基金架構 iPad 從這個角度來看 第一個 我想臺灣要做的就是怎麼樣去強化 臺美之間的這個小型的架構 這個小型的 IPF 怎麼去跟那個大型的14國參加的iPad 來產生連結 我們都知道 甚至期待 未來可以產生連結 但是具體要怎麼去 達到這個目的 目前相對來說 是比較模糊的 所以呢 我們未來 第一個可以推動的就是跟臺美 跟美國之間去探討 建立怎麼樣去從臺美跨街道 大型的iPad 餐飲 這個 應該就是 所謂的新型貿易合作機制的一部分 那第二部分當然是臺美雙邊之間持續的升級了 我們現在已經有三個新的平台了 還有傳統的TIFA 其實也有再繼續的討論 那未來 有沒有可能再升級到這個臺美的FTA或者是BTA 那這個當然是第二個選項 那第三個選項當然是美國自己的一些態度的改變 其中最關鍵就是 要不要重返CPTPP 我們知道 台灣現在加入CPTPP碰到最大的阻礙 就是 各國對於中國的立場 中國的態度跟立場是有所保留的 那在中國 辭職沒有辦法進到下一個談判階段的情況下 那他們對台灣的申請案可能也會有所保留 那這樣的一個類似僵局 要去突破的方式 現在看起來 選項之一就是美國 重新 選擇重返 CPTPP 美國重返CPTPP 就會打破了現在這樣的一個僵局 他會為CPTP 帶來更多新的這個 可能性 這也是 美國雖然不是直接的去 去針對台灣 但是透過這些新的安排 也會帶動 創造台灣在經濟部局上面 一些新局面的一個做法